我们来看制造体 制造体考察我们通道控制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通道控制的工作方式 首先我们CPU接触到Io设备的请求 它现在要与Io设备进行控制 那么此时它Io控制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说它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另外一个硬件去实现 那么就是我们的通道控制器 那么CPU通过使用指令 那么通知通道控制器 你可以开始进行工作了 那么通道控制器在与Io设备进行沟通 那么通道控制器通过一个通道程序 让内存和Io设备之间直接进行输入输入操作 那么当这个工作完成之后 那么通道控制器再通过一个中段请求告诉CPU 我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个通道又称为Io处理机 那么这个Io通道与一般处理机的区别 就是说这个Io通道的指令很单一 它没有自己的内存 它用的是我们自己的CPU的内存 那么通道所执行的通道程序呢 也是放在我们的主机的内存当中的 也就是说CPU与通道呢 是共享一个内存的 这个内存就是我们CPU当中的内存 所以这要提的答案呢 就是A选项 Io设备就是外设与内存 然后我们修设备的转发